白化佛法是卢台长用生活的语言来讲解高深的佛法 既从人生的哲理上来解释 又用日常生活中浅显的例子 在白化佛法中领会深奥的高层次的佛学理论 开启我们云云众生的佛性 修改我们的命运 请收看卢台长的白化佛法 你想想看有道德的人就不大会烦恼 就远离灾祸呀 你做出来的事情用现在话讲都放得到台面上的 你怎么会有凶灾呢 你偷偷摸摸的做很多事情 放不在台面上 你终有一天被人家发现 你就倒霉了 这个世间的一切苦啊 都是苦空无常的 有个故事 印度有个婆罗门 他们的家中呢 婆罗门呢就是贵族了 他们家中呢生了一个男孩子 长得非常的英俊 端庄 父母亲非常的疼爱 这孩子呢 从小就聪明伶俐 和一般的小孩子完全不同 在无忧无烦的快乐当中呢 这个孩子呢 度过了黄金一般的童年 日子过得非常好 但是人呢 往往呢被欲望和快乐所迷惑 在欢乐的日子当中 谁也不想去想自己以后会不会痛苦 就像我们现在很多人快乐的时候 他不会去想我以后会不会有痛苦 你们谁都身体好过 你们想过你们以后年纪大身体不好过吗 没有 这位婆罗门也是这样 婆罗门家中的这个孩子呢 他有高人一层的智慧 他非常聪明 虽然他长在富有的安育的环境当中 但是你没有想到这个孩子 他会了解人生的痛苦 和人做了很多的罪恶 这么小的孩子 他就知道哪些可以做 哪些不可以做 因此在他成年之后 他慈亲出家当了比丘 你看了吧 什么叫慈亲啊 跟自己家里的亲人 跟自己家里的亲人告辞 出家当了比丘了 有一次正当教化回来的路中 在英壁的森林里 就是很多的树林啊 这个地方很暗 遇到一对商人 做生意的人 他们从外乡从商路过此地 正好走到山这个地方呢 已经傍晚天黑 那么商人们呢 没办法 只能扎营在这扩树 扎营就是大家一起住在那个地方 一个队 那位出家的比丘呢 看到这些商人呢 大小的车辆 还有大量的货物 他一点都不关心 他像没看见一样 他就只管在离这个商队不远的地方 徘徊 自己慢慢地走来走去 这时候 从森林里 另一边 来了很多的山宅呀 山宅呀 宅呀 他们来偷东西了 抢东西了 他们打听到有一个商队经过 就想在夜幕降临以后 劫财劫悟 当他们呢 偷偷摸摸靠近 商营的时候 就是商人扎营的地方 却发现有人在营外漫步 哎哟 有人在外面站岗啊 放哨啊 在漫步嘛 他怕商队有备 所以想等大家睡熟了 才动手 他们就埋伏在山边上 然而 营外寻回的那个人 就是那个法师啊 通宵 不露营休息 不睡觉 走过来走过去 法师走过来走过去 他不会向你们走过来走过去的 他一定嘴巴里在念经嘛 结果天渐渐亮了 那几个山贼啊 因无息可怒 气愤的大骂的就离开 正在营里睡觉的商人 看见他们走的时候 因为那些人 跳落马 走到山堆这个地方 等着进去 结果一看没方法就走了 走的时候非常生气嘛 就骂骂咧咧的 骑着马就 呱呱呱呱呱呱 大家就走了 他们赶紧跑出来看 只见一大队的山贼啊 手持铁棍木棍 往山上跑去 营外 唯有一个出家人 站在外面 商人惊恐地走上前去问道 哎哟大师啊 您见到山贼了吗 是的 我早就看到了 他们昨天晚上就来了 这个出家人很平静地就跟他讲 大师啊 那么多的山贼呢 你怎么不怕呀 独自一个人 你怎么敌得过 他们那么多的山贼呢 出家人一点不紧张 不慌忙 他非常心平气和地说 各位 见山贼而害怕的 那是有钱的人 我是一个出家人 身无分文 我怕什么 贼所要的是钱财宝贝 我既然没有一样值钱的东西 无论住在深山和茂林里 我都不会起恐惧性 所以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 很多人的愚昧 无知 我们现在的人 对那些不实在虚幻的 金钱啊 明利啊 今天可以有 明天会没有的这些东西 瞬间可以流失的 或者变为别人的钱财 宝物 大家不肯丢 而且舍自己的性命去狂夺 而对自己拥有的这种善心 平安的一种生活 平静的 自由自在的一种心理 我们却视若无睹 所以为什么说平安就是福啊 你们坐在这里平平安安 就是福气 有多少人正在受苦 有多少人变成车祸之后的残疾人 有多少人生癌症而过世 所以真正的一个学博人 应该像出家人一样 能够体会到这个世间的苦空无常的意义 一切生不带来 死不带去 你把无常的钱财带在身边 实际上是一种拖累 所以我们人要正确地认识 这世界上的一切 苦空无常 一切都是虚幻不实的 这样你才能放下自我精进修行 所以我们不管做什么事情 要学会 要有道德 自己要解决自己的道德问题 每一天的起心动念 会给你带来很多的业障 我们不需要业障 我们不能拿自己肮脏的意念 来破坏你内心自然的清静和纯洁 所以这就是像在你心中拥有一种自然美一样 而很多人每天的贪嗔痴慢疑 什么都要拼命地追求名利 就是给自己的内心在制造自然灾害 所以每一份自然灾害 就有你的一种供应 这种供应 所以人要认识到自我肮脏的灵魂 你才能学着做佛 来去除那些肮脏的灵魂 所以要好好地学习和明白佛法佛理 不要随随便便地去指责别人 也不要随随便便地去功高我慢 因为当你在指责别人的时候 你会造成一个大的因果 这个因果完全是由你自己造成 因为有的时候因果造得太大的话 会造成你下地狱的因果 要成道 首先要归道 归就是归还的归 你今天要想开上高速公路 成这个道 你是不是先要从小路 慢慢地归道 你这个大路上来就叫归道 道就是得道者一种智慧 所以人家说你成道了 什么叫成道啊 成道了就是你明白道理了 我知道了这个事情 你知道应该怎么做人 应该怎么学博 应该怎么样活在这个世界上 叫得道 所以在你知见里边 你应该看这个世界一切都能够明明白白 你知道你的心吗 很多人根本不了解自己 所以师父 要你们懂得 把自己的杂念丢在一边 弘法立生 好好地救度众生 成道是什么 远离人间的私心和杂念 不能一切都围绕着法界而转 这个实法界 或者包括这个人间的 所以叫法界 有的时候 你对事物的一种追求 对名利的一种追求 会造成你不认识你自己 所以很多人 我们举个简单例子 看个电视连戏剧 时间长了 天天吃面包 擦点果酱 一集一集看下去 天天躺在那里 上班都不上 说一定要把这个结果看到 最后 连续去看了多少 几十集 看得了眼睛也不好了 腰也酸痛了 最后人也发胖了 因为当一个人 坐着不动的时候 他人会发胖了 所以 一生要把人做好 学会无我 念念众生 拥有一个无量的世界 无量的世界 这就是我们应该 好好学佛 好好拜佛 要学会 看破放下 看破放下 所以希望大家好好努力 好好修心 人生 无常 师父经常跟你们说 人生无常 四有常 人生活在世界上 有很多 难以理解的事情 但是我们要学会 去理解它 很多事情 你没有耐心 你就永远不了解它 所以人活在世界上 要有耐心 没有耐心的人 不能成就活到 耐心是什么 耐心就是精进的 预备 大家说 什么叫预备啊 过去我们小的时候 在学校里的时候 预备 起 对不对啊 预备 你准备好了没有 对不对 预备 就是耐心 预备 就是 要有 精进的 准备 我们今天 有忍耐 才谈得上 精进 一个没有忍耐的人 一定佛学不好 一定不会精进 所以 学佛 要学智慧 好好的 学佛 就是好好的 学佛的智慧 学佛的 这个 当年 怎么样 到人间来 弘扬 佛法 能够让我们 理解 这么深奥的 佛法 所以 真正的 人 要懂得 万尽本贤 为人自招 实际上 这个境界都是空闲的 没有变化 只有人 才会招来 很多的烦恼 心若不生 尽自如炉 如果别人再怎么样 我的心 如炉不动 有什么改变你了 我举个简单例子 你在家里拿个手机照着自己 人家不管边上人在跟你说什么话 你没有反应的 你是不是 如炉不动 人家说 你知道吗 这个产品 好得不得了 可以让你发财 可以让你做什么 做什么 你照着镜子 看一看 你如炉不动 对你产生了什么效果 没有 什么都没有产生 你被他的心移动了 接下来你的表情 然后马上感觉自己像百万富翁 千万富翁 因为你的心已经动到这里面去 所以人有的时候不须说而言 多说必遭冤 该讲的话讲 不该讲的话不要讲 你不应该说的话叫不须说 不需要说的话 你而去说它 你会遭到冤家的 明白吗 谁要你讲啊 不是这样 遭冤家的 对不对啊 人家在讲 你突然之间跑过来插嘴 谁叫你讲的 你不是遭冤家了吗 对不对啊 不当言而说 讲出来的话 不应该讲的话 你去说了 那就是瞎说呀 瞎说要惹祸的呀 对不对啊 人生就是不能瞎说的呀 也希望大家好好的努力 好 今天的白话佛法呢 就跟大家讲到这里 师父有机会 就给大家做更多的开示 也希望大家 能够好好学佛 如如如不动 师父在遥远的澳洲啊 这个非常想念大家 思念大家 也希望大家 从学佛当中 得到更多的 好的这种体会 来激励和鼓励自己 精进努力 放下万元 人辱精进 师父经常以后 会给大家 做这方面的 白话佛法开示 能够让大家 拥有一个 时刻清醒的 智慧 来面对 你烦恼的人生 有智者 试尽成 只要有智慧 你一定能 一事修成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